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 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 一些香港近來發生的事情 或者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的目的 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到的問題 我們不只是希望和大家一起 大時批評一些事件 政府 機構 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不好 大麻一番 發小一輪就算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些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最後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即是說我們作為一個香港人 他們應該是做些什麼呢 才可以解決到呢 或者你是當事人 你會怎麼做呢 我們過去一向有一個處理問題的宗旨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我們要處理問題 其實有四部曲 第一 我們要認識問題的核心在哪裏 如果我們真正知道問題的核心 我們會再問 到底這個問題為何會出現呢 跟著我們要針對問題的氣因 而用一些解決方法或者方案 當然最後我們有些什麼具體的行動 我們這個節目 歡迎大家封閻來和大家聊聊 我們的電話是21341134 電話是21341134 或者你們可以用ICQ的方法和我們討論 我們ICQ的電話是439457249 ICQ的號碼是439457249 今天和我一起參加討論這個題目 有幾位我們過去一向都大家相熟的朋友 但我們很高興也都邀請到獅子山學會的研究員 他也是蘋果批專欄的作者高明輝先生 我們今天講的題目是關於最近很多爭議的所謂獎積金的問題 到底我們大家我相信很多人都好像我一樣 竟然出現有了獎積金 好像大概七年前左右 獎積金出現之後 我們閉上眼睛就供 政府安排多少我們就供多少 到底背後我們到底有多少錢在裡面呢 將來我們供到一生之後 或者我們退休呢 到底有沒有錢足夠給我們退休的費用呢 其實我們都很少去想的 最近香港好像大概一個星期之前 有一位諾貝爾的經濟得獎人 就來香港好像在科技大學說這個talk 他看到香港的強積金 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他發現我們香港的獎積金的費用是很高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世界最高的 但是比起他自己在美國 他所花費呢 香港是高得很厲害的 好像平均差不多是2%的 他說他自己在美國呢 他那個退休金的那個行政費 只不過0.100% 那就是這件事呢 當然了 人在香港很多人重新要關注了 到底這個強積金的費用是否一個很大的問題呢 當然很多傳媒很快就計算一計算 他說如果以這樣的計算方法呢 可以這樣說呢 我們很多人的一生的儲蓄呢 差不多40%就是來養這些強積金的經理人 你記住全香港有這麼多百萬的人口 來養那個不知幾多個 可能幾百個經理人 我整天都說呢 這個世界很有趣的 我已經賺得最多錢的人 是真的不是做什麼的 所謂有生產力的工作的 通常是用錢 玩個錢的遊戲的人是賺錢最多 我也都認識很多自己的相熟的朋友 有駕駛私家飛機 原來買屋 原來一間間大大加購買的 都是做這些基金的管理的人 好了 這個現象 我覺得香港人覺得 言不語接受呢 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現時的強積金的方法 到將來我們退休的時候 是否足夠呢 是幫助我們過一個 所謂好一點的退休的生活 或者我相信 我所認識的強積金是真的很少的 所以我就或者先請我們嘉賓 先大約講講一下 那我們的強積金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通常運載是怎樣的呢 請高明輝先生和我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高明輝 其實強迫金 我們通常都叫它強迫金 硬逼你拿錢出來 去投資在指定的機構裡面 那強迫金為什麼來呢 就因為彭定康那時候 福利搞大了 到了董建華時代 董建華又不敢減回福利 福利不停拿 太容易被人申請到 那政府怕人口老化之後 庫房不夠錢去給這些福利 那董建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那就 沒有直接去解決福利派錢過多的問題 反而走去跟市民說 你每個月就供5%出來 那 假裝這個僱主都供5%給你 這樣就變成現在的強迫金了 7年前 然後 迫金下限就是5000元 如果你收入超過5000元 那就要開始供 如果低過就不用了 都有上限的2萬元 如果你收入 誇張到幾十萬幾千萬 一個月 其實是不用供你那幾千萬的5% 只是供2萬的5% 你想供多一點行不行 1千元 僱主1千 就是2千 其實不是僱主1千 因為僱主給人工你那時候 他給強迫金的5% 包含你的人工 只是名義上不同了 如果你以為你供5% 政府供5%給你 那是錯的 是 你老闆的福氣 其實都是你份量 很自然 就按下你份量 就撥下去 每個人就給10% 給10% 其實 你看老闆來說 他反正給那筆錢出去 給你和你 跟金一樣 如果 譬如 我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說你的人工是1萬元 這樣 老闆就不是給你1萬元 你會減1000元 減5% 減5% 減100元 以上 每人工500元 雇主工500元 你工500元 但實際上 雇主工給你500元 他懂得計算 都是你份人工 即是成本 如果你以為雇主工多給你 是你老闆的福氣 你的老闆不會無緣無故 給你多5塊錢 是 總之在經營成本裏面 老闆 如果他說 我給你1萬元 人工 其實他真正正 會不會在1萬元裏面 再加5% 我就不太清楚 如果請你1萬元 總共要給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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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元 100元 500元 我們就去做 選擇 有些選擇 有些指定的公司 香港只有10家 或者有個很少數量的 銀行為主 我們很少人都去詢問 到底他的行政費有多少 如果有多少行政費 對他將來的儲蓄 最後剩下多少錢 就不是很多人去想 很有趣 一個星期之前 這位諾貝爾經濟學家 來香港 提出這個問題 相信過去很多人 都曾經懷疑 這個問題 其實David Webb 以前都說過 古壇長莫 以前都說過 他在他的網站 其實已經 挪裂大 如果你公強迫金 那個回報就會幾多 如果你同一個基金 不過不是經強迫金 會幾多 通常四十年之後 都是小三四成 如果你公強迫金 回報 你都是那隻基金 不過不是經強迫金 而公 是小三四成 同一個基金 如果你自己去 即是我準備投資 找一個基金 銀行幫你安排 你自己私人去選擇 還有你現在經過政府的強迫金 這個步驟去選擇 分別就是三四成的分別 四十年之後你退休 四十年之後 四十年之後 因為你有福利息的效應 你每次扣了兩個% 你少了兩個%去 那你就會 滾傳少了 每次都 那即是你想想想想 香港人做四十年來 所儲的錢 三四十個%要貢獻 貢獻給這些所謂基金的管理人 只不過因為政府就設立這些 這樣的步驟 表面以為幫我們 其實最得意是這些 即是舉個實例 假設你是低身人次 可能四十年 就儲到一百萬 如果你後期扣去這些 給我穩陣的基金 或者你買匯豐 你做定期 定期 定期沒有 沒有手易費 現在四十年儲了 應該有百萬 都有那時候 其實現在只剩六十萬 即是幾大塊 幾離譜 你還要計算四十年之後 還有通脹 我舉個例子 以我太太為例 即是前幾年經濟不是很差的 即是那個投資環境也很差 那我太太就轉了一隻 即是保守一點 但她一看 她有個 即是有些連結 類似這些 是保本 不過管理費 算了原來是虧的 還不虧 虧了 虧本基金 即是說你放在自己身上 好過放在她身上 其實也有很多人不找保本 是 即是保本 她是差不多放在定期 即是債券 類似 但 咦 為什麼還少了錢 應該是保本的 原來管理費高 即是 即是 即是你放一萬元 即是 即是你放一萬元 即是你放三個月 有一萬零五百 誰知她管理費可能一千 即是你到頭來只剩九千五 即是 即是 即是更少 如果自己放在床下 是 如果你放在自己戶口 都是一萬元 這樣也叫補本 補本 即是 即是補本 還在 嘩 還有 她是比較 這幾年 比較長時間 你才能看得到 即是 她不是三個月 讓你看一看 即 即 你太太是一個會計師 來的 是啊 是啊 她都會中這個招 是啊 怎麼看呢 那 通常的投資環境 你沒得選擇 原則上都沒什麼選擇 你一天就進取 一天就三個 三個 choice 是啊 那她當時是用 即是她比較是保本 即是所謂保本 前幾年 即是2003年之前 不是2004年之前 很多都是選擇這個 即是保本 即是有少少 譬如 她是放在這些 基金債券 定期 就是這樣 想著有少少 息 定期 至少兩三 兩三厘 是吧 長期的一言 定期 誰知還虧得 咦 少了 還虧得 她很久才讓你看 那些 她是保險公司的 那些 是 大那些 A什麼A那些 這樣 是啊 好啦 即是 我們 我就算 我當她 這個問題 不是那麼嚴重 現在一般人的供款方法 到底她三四十年之後退休 到底她三四十年之後退休 其實在香港現時的生活水準之下 夠不夠用 即是有沒有人可以算 或者這是一個很象徵式的數字 其實也算 因為最多兩千元 是啊 很多人供了 我說說加拿大的經驗 我可以告訴你 你們現在供那些強迫金 是給現在這一代人用的 你們用不到的 你們想用的 下一代的人供那些是你們用的 我告訴你 加拿大Canadian pension 已經有100年的歷史 好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呢 1958年的時候 剛剛那時候是工業革命 本來農業社會 老人是子女養的 工業革命之後 發覺農業社會 一路路越來工種越來少 城市的生活 和工商業發達 那些很多老的人 就無所依 窮得很辛苦 又窮又病 但幸好他們那時候 沒有長命 幸好死鬼快 但是一路路那時候 公義革命 那時候加拿大 因為是資源之國 所以就開始賺到錢 賺到錢之後 又是民主社會 所以那時候的政治家 都很有理想 想著 那些人手袋裡面有錢 我怎麼可以拿他們手袋裡面的錢 救一下這些窮人呢 就想出了這個辦法 差不多是一半強迫一半壓下他們 你儲存了 你現在有錢 我們幫你投資 駐車那些 將來你不可以用 救回很多貧困的老人 這個現象 不斷重複幾次 因為1937年的時候大蕭潮 又是一樣 嘩很多窮人 又是 他那時候有一個 叫做 有一個 income supplement之類的東西 但是呢 你供的那些人 就很limited 就是很少部分有用 就是最有錢的部分 那就是 你有錢的時候 你便供 有錢的人都供 所以你知道 那時候大蕭條 那時候窮困得很重要 好了 到了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後 美國加拿大又大複蘇 大把工做 人人都大把錢 那 因為 每個人的袋裏面有錢 政府又開始打他們主意 一樣是這樣 就是 拿他們袋裏面的錢 養當他們那一代人的窮藥 那就半壓半哄 阿黃先生有什麼 其實呢 香港的工資 10年前 你記得朋友說 他不是想做這個計劃 他是叫全民退休保障 全民退休保障 其實當時是說 是所有人 夠了六五五歲 都給他一些錢 是嗎 那一隻就是 一起扔一些錢 有一個 pool 然後到時到後 你又拿出來 不是好像現在 強積金 每人有一個 account 其實都是 你都會供 但他整個計劃 不是說 你工作 等你六五歲 拿出來 然後你工作 他立刻就給 已經到六五歲 退休的人 早幾年 經濟差 其實黃鴻 香港大學 現在中大 那時候成大 他做了長期販工研究 其實他一直提議 現在公民團隊都在提議 就是重新推行這件事 就是將現在強積金 即供下的錢 其實是多餘的 你講 比什麼還差 現在就給了現在 其實不需要政府給福利 還有 再推行所有人 有退休金 即夠六五歲 就有退休金 即當時肥彭那時候說 不知六十還是狼五歲 總之你到那個不論貧富 李嘉誠也有 都可以拿 不知二十五元 類似 類似 我不知道他的管理費是多少 我相信又不會很高 如果是太高 你現在要把錢 不用拼進去 因為加拿大民主社會 太高的時候 那些人張得很厲害 你不可以騙人 你騙到普通人 騙不到那些記者 即是你不用給基金經理人工 你給福利官員的工 好了 但是呢 就算到現在 加拿大這麼有錢的階段 加拿大將來更有錢 因為他賣資源 現在世界經濟這麼好 那時候加拿大是 那個future是很好的 就算到現在這個階段 他們認為 那個Canadian pension 只能夠滿足退休了的人士 三分之一的所需 其他的三分之一 就是你自己的saving 如果你是沒有saving的那些 就有那個old age security 就是差不多是政府給你的 生果金或者忠援之類的 不是忠援 它是income supplement 就是因為那個社會有錢 那你沒有錢就給你了 其實加拿大政府有兩個system 第一個就是政府直接給的 第二個就是那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那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就是政府逼你們 嗯 就跟我們這個強迫金 逼你們存錢 逼你們存錢 那個income supplement 就是因為政府 就是賣了那些石油 或者那些大把錢 就把錢分出來給那些窮人 那還有三分之一 就是那個 就是自己的personal saving 那我就認識了一些郵差朋友 那他說 海醫生 你土壘也沒有存錢 他說 怎麼這樣說 反而沒有錢就政府給 是的 你如果在加拿大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 就什麼都有了 哈哈哈哈哈哈 香港已經最近是這樣 哈哈哈哈 你沒有車的時候 他會有一張業票給你 是嗎 你沒有房子住的時候 他會有房子給你住 你沒有錢洗 他會有錢給你洗 那些豆奶都沒有存錢 那我聽小朋友說 我那時候查過 什麼都沒有 加拿大一般人都有一個中緣制度 你失業了一年 你都會有保障之類 現在都是有限量的 不知兩年三年之後 你找不到工作 就剪掉你了 等你做乞丐 就是這樣說 到你真的做乞丐的時候 就有其他東西了 你不用怕 主要是因為那個社會是有錢 有些賣樹木 賣河里面的三文魚 天然之餘 那香港有沒有什麼條件 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在香港有什麼條件 為什麼不 好像加拿大那樣有什麼不好 我想問就是 加拿大那個 不是有一個錢 是退休保障計劃 有沒有好像日本那樣 被政客拿去投資 那樣 這個就是 有的做得很厲害 沒有人知道 如果是有的 因為日本那筆錢 最近都被人說 是那些什麼 油證金之類的 都是退休保證 日本其實就是一個 表面上好像是很民主的社會 其實就是很多東西是貪污 其實一樣有的 但是他們做到 你們看不到 他拿去國家投資 所以安倍現在民旺就下跌了 發現那個退休保障計劃 已經沒有了 但是那些人民都不會大 反對性不是很大 我那時候是日本讀了書 我知道他裡面的那些 好像他們那些先輩 說過的話 後輩就不敢反駁 就算他先輩戲 不是很對 如果是他們派系裡面 他不敢反駁 如果反駁的時候 被人濕到淋淋淋 有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很多時候 很多東西是大家都掩蓋著 不能夠說 你自己 各個組織裡面 你不能夠 將自己的壞東西 都不能夠養出來 養出來的時候 你自己將來是被人背負 那我又說回 香港的強積金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的 還有一個問題的 就是 那些管理這些強積金的公司 它是限制你一年來 不可以轉三次 限制你的 你知道嗎 那就是 等於比如 你知道 投資高風險的 就風高浪急的 你比如 一個屈尾十 這陣子厲害 那下個月厲害 厲害厲害 那怎麼辦 你新興市場厲害厲害 你想轉 升完轉去寶本基金 行不行 不行 行 限制三次 欣言三次 對 限制三次 那你怎麼搞呢 還有你轉有時間的 你知道 譬如你買些新興市場那些 真的可以轉得很快 這陣子可以有兩三成的增長 一個月看著就笑 但是 下個月 狂跌呢 跌到你渣都沒有 那你轉不到 這個靈活性不在 沒有得離場的情形 對 沒有得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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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很多私人的基金裡 其實都有這些 但我可以賣 那些旅程我願 你簽contract的時候寫了 其實我最近 你買基金單位 你可以賣 馬上賣了它 其實我最近全部都開了 你賣不到 那些 都開了它做長期定息 因為過去一年升得多 那些顧問問我 他覺得市場有些不穩定 中國的市場有些不穩定 那好不好 將它調去一些安全的 先休息一下 過去一年已經賺了多少 那我是很同意 那我說 接著一輪 一問他 搞成怎樣 他全部都開了 接著收到Statement 就開了 那我就收息了 現在 即是不會再加一些高供應 可以很大彈性 喜歡幾時變 都可以 即是我和我顧問量 我現在想怎樣投資 這樣就行了 但如果政府那些 享積金 都不知不是 但其實外面很多基金 都不是這麼大自由度 即是有時候 如果你是要 某個時段 之前如果你是退出 你要給一些 有些條限 有些罰款 即是這樣的狀況 都是頭過一年 都有這些 即是頭過一段時間 它是行政上的理由 但之後應該是很自由的 即是你喜歡怎樣賣 怎樣賣 OK 好 剛才George提及 根本我們現在的退休的費用 根本現時的退休金是不夠的 只不過我們現在是目前的人 是在供給那些 幫助那些 現時退休的人 我們其實就不是為了 我們將來而供錢 因為我們將來根本就沒有錢 是不是這樣意思 你是這樣 如果下一代不爭氣的話 我們這一代就還原 即是基本上 我們就不是為我們的將來來供錢 據我所知 其實很多國家 都有 加拿大其實很多種形式 我現在講的 那種是 加拿大也有一種形式 但它政府也有一種 普遍性的 你到60歲就有了 即是又給你一筆錢 通常一般人要真心責任 你不窮就沒有 窮有窮那筆 窮有另一筆 有錢那些是沒有的 即是像加拿大 你生過金 在加拿大是沒有的 那加拿大其實有些 因為你工作過 那些是Canadian pension 是的 那些是你自己的錢 其實這個強迫金 都是這樣意思 都是你自己的錢 即是我覺得是很多種形式 不過香港現在只剩下一種 其實很多國家有很多種形式 其實每一種都不足夠 所以你幾樣加起來才夠 一定是幾樣加起來才夠 一定是幾樣加起來才夠 是的 好了 我有個問題問問專家 好 其實老能稅才可以拿 其實老能稅才會拿 其實老能稅之前 有權得移動它 或者我去健康差 我想多多拿洗它 可以嗎 其實可以申請 不過你知道問這些 什麼什麼局申請 什麼什麼 多數都是很難批給你 加拿大就可以 好像限一兩種情況 我可以告訴他 加拿大就可以 你60歲的時候已經可以申請退休禁 因為是你的錢 你要60歲的時候拿就可以 還有如果你是有殘障 你可以任何時候都可以申請 拿回你自己的一份 不過就不是太多錢 我們為了小優幾分鐘 我們繼續會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好了我們又回來 繼續討論我們今天所想講的那個 驅抑金的問題了 那麼我們在我們在座 就有高明輝 是施政學會的研究員 還有金穎妍 何佐治和黃岸妍 好了我們 剛才我就問起那個 其實我們現在的筆錢 到底到我們退休的時候 是夠不夠用呢 其實很多國家都說是根本不夠的 我們其實只不過用 燃機輕人的所供的款 來幫助現在退休的人 但是香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 香港這筆錢是不能用的 基本上到我們自己退休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用得回的 那我實際上問 如果我們用那二千元 一千二千元 最高大概是二千元 一元 連環庫主 到我們一般人退休的時候 其實是夠不夠用的 還是只不過像加拿大一樣 其實只夠一部分 都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不過都要看你怎樣投資 我當你是沒有零的增長 就是靜草 有多少錢 到底有多少錢 有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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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興有沒有這些 應該有人說過 一年就只有兩萬四 十年就有四萬 四十年就有四萬 四十年就有八萬左右 如果假設你一般投資不太差 十年就能回到 十年就能回到 四十年就能回到 四十年就能回到兩萬 幾百萬的 理論上是 幾百萬不是一次過給你 是一次過 就是你六五歲 一次過給幾百萬你沒有了 不是 即是會儲到四十年 因為每個月分給你 每個月多少錢 不是 香港是自己拿的 是你的 因為你自己儲 一定拿回來就花 剛才黃岳然提到的 彭定康當時那個 其實那個是不同的 那個不是 就是大家一起供下去 需要用的就先用 跟現在這個很不同 現在這個你供回自己 肥彭那個就是 達定那個年紀 不論貧富都可以每個月 每個月拿二千五元或者三千元 其實都是一個很少的數字 對香港來說 對香港來說 是嗎 二千五元 現在好過中壘少少 一個人來說 一個月不夠小 一個人一個月 中壘更少 就是 想說回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 最主要是管理費高 這樣呢 其實政府官員已經有開了聲 財經事務局局長馬士亨已經說 他說 想設一個上限的服務 就是管理這些強積金 他是想設一個管理費的上限 但是 有些 還有 他說 容許那些人可以自由去選 但是那些老闆就出聲了 他說 如果我有一百幾天的僱員 我就糟糕了 你各個不同的話 那怎樣處理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強積金 因為你做會計那個 要撥款的嘛 那通常一間公司是怎樣的呢 就選一間的 簡單的嘛 對 簡單的嘛 做數那個就知道 但是如果你 說容許每一個僱員都可以去 去選不同的基金 就糟糕了 如果你一百個有一百個不同 跟那個做數那個不用分 現在電腦時代應該 電腦時代應該 你不是的 你明不明白的 即他 即加重他那個行政那個負擔的 你各個不同的 你要 即你那些錢要撥過去的嘛 你現在不是的嘛 你譬如 一間公司他選一間的 那選一間 所有僱員就光顧他了 不過叫做 高中低的風險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這個也出問題 即其實呢 就是 都是會解決不了的 那那個 即是等於 你做老闆 那 糟糕了 二十幾三十個員工 個個不同的話 喂 不行啊 要請多一個人 那你怎樣 那其實在私人的投資裡面 你個人都是自己個別去做的嘛 不是啊 但是他不同的嘛 但是他是有個 積金局的嘛 你規限著你嘛 我知道啊 即這個問題不是說做不到 因為所有私人的投資都是個人的 不是說要整間公司 要委託大家要同意一間公司的嘛 即這個 我覺得 當然背後有其他的角限 但那些角限不是不可以克服的嘛 因為私人的投資都是個人投資的 因為我太太管理了整間公司的會計 差不多三百人 是啊 他一聽到這樣就投行了 我說為什麼會投行啊 他說 哇 大哥你個個不同的喔 你每個人一個File 那怎麼辦啊 你這些錢要撥下去的嘛 你不同的 即是三百個當算了 即是當有八五間公司在做 那八五個File放在那裡 你明白嗎 你要撥錢下去的嘛 你做數那個 那怎麼辦呢 你突然多了八五間公司 現在一間公司 其實你都撥款的嘛 你都是到次到後撥了一間公司 你不明白 你撥一個戶口 你撥一個戶口 你一個戶口就搞定了嘛 你那些電腦是電腦搞定 那你百五個那怎麼辦啊 你明不明白 你做數那個很慘 即是你三百個號碼 全部撥兩千元都三百個號碼 那就解決了 還有你會常常轉啊 那些人 那你門中加重了那個負擔 那你一定要請人的 那好了 老闆出聲了 現在已經老闆出聲了 就說這個做不到 那怎樣啊 大家都做生意你都這麼輕易嗎 即是呢 作為普通人呢 其實就沒得選 你哪間公司 那間公司的工什麼 你就搞定老闆 是嗎 因為公司不會搞得那麼複雜 是啊 那你變成其實你 你怎樣擺放自己的相職金 你喜歡怎樣安排 沒有的 其實沒有的 但現在你要經公司嘛 好了 很多人都不會選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既然沒有選擇權 既然公司 大家決定了把握 某個基金公司 那大家都要跟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都不會花精神去看了 因為你都選不到 好了 但現在看到的現象 發現呢 其實呢 所謂百成的強積金的權益 是集中於四大受託人的手裏 那當然呢 當然呢 他就 譬如像匯豐銀行佔30% 這樣 好了 現在的情況就說 為什麼我們公司 都不值得去怎樣去選 匯豐銀行最安全 他不會出問題 那就不要搞那麼多 好了 好了 還有一個現象 就是 公司都沒有任何的原則去選 除了選一些穩陣些 安全些 小凡些 的受託人 現成這個現象 好了 有人提出 不如我們這樣 就把每間公司的行政費用 或者他的投資 營運的成績 就在網上公布出來 已經有人提出來了 起碼公司老闆 或者一年一次 那班員工大家看看 啊 這個的投資基金 做得好不好 這個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是最簡單的解決方法 為什麼這麼難 因為現在過去 完全沒有透明度 根本沒有人知道 他的行政費多少 我都不知道 我都供了這麼久 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當老闆 我都完全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問題就是這處 直到有人指出 其實我們被人找笨都很厲害 全香港人 就為幾個投資機構 來養他們 40%我們一生的支出 是給他們 大哥 幾百萬人 有幾人做這些基金公司 難怪他們 各個都是幾千萬人工 就是這樣 這個是很不公平 很不合理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 要解決這個方案 起碼讓這些公司 現在可能只有四個主要 因為沒有人知道 他業績 越大就越安全 就選擇他們 如果我能夠把這些 所謂投投的公司 就將業績公佈出來 他的行政費用公佈出來 其實在電腦上的資料 是很容易得到的 用這個方法之後 我們就當作公司 每一人去看 當然有人反對 就這些公司反對 我記得在外國出現了一個現象 在那本 Freakonomic那本書 有說的 過去我們那個 好似說 汽車保險費 是很參差的 直到有一次 有個機構 就將所有汽車保險公司的保費 全部公佈在電腦上去 突然之間 就迫迫跌下來 跌得很平穩 其實這個現象已經出現過 香港人絕對可以要求這樣做 絕對可以做得到 不用這些公司是反對的 這個跟公司的 一百個伙計這樣轉 就算一元轉一次 起碼我們都是集體去看看他們的公司 每一間售托公司的所謂的 performance的業績 他們的手托權是怎樣拿回來的 我不是自己可以轉 你自己可以轉 即是你老闆 即是你老闆 即是政府收托他們 政府entrust他們 即是政府entrust他們 列了一批基金可以去光顧 現在十九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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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八成是用在四間 其中匯豐是佔三四%最高 大家可以想到 這個現象怎麼會出現呢 就是這麼簡單 做老闆的 用不做那麼多 用不做麻煩呢 因為不小心把它擠錯了 衰了之後 會怪責老闆 怪責公司 那我就想問一下高明輝 好了 阿Doctor 剛才他指陳了這個問題 那我們養屋的積金局 為什麼不是他提出的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維持自己的地位 那還有 以你們獅子山學會的看法 你們怎麼看這個強積金這個問題呢 其實就算他那裡說放寬選擇 其實買那些 組合的 都是有限 選擇都是有限 最多都是股票 要不就是 債券之類 如果好像孫柏文 每次叫人買白銀的 你可不可以真的拿一筆強迫金去買白銀先 如果我不信白銀的 我信香港的樓市 我可不可以拿些錢去投資樓市先 就算你那裡 說有得選 僱員有得自己選 其實選擇都是有限的 最後都不可以逼到 真的做一個競爭出來 令到公司減低手續費 手續費 如果這樣公開手續費 如果我們選擇的原則 哪家公司的手續費越低 我就去 很簡單 如果滙豐銀行看到你佔三成的佔有率 慢慢跌到一成的時候 因為人家的便宜就去掉 那他會減費 那他會減費 這很簡單 問題是我們沒有這個透明度 我們根本是沒有辦法去 沒有資料讓我選擇 我講講加拿大的經驗 給大家聽聽 加拿大的註冊退休計劃 是有得選擇的 任由你怎樣投資的 那些是要來退稅的 譬如你付一萬元稅的話 你可以買多少千元 那幾千元就不用減 不用付稅 將來你的收入低的時候 就在這裏拿出來 那你每一年這幾千元 你可以給政府投資也可以 你自己作投資也可以 有些人自己拿去買股票 那有一部份人是全虧了 那變成沒有用 由政府角度來看 就是失了意義 他給你將來花費 但是你越來賭錢 輸了 那特時沒有的時候 你只是問回他拿 所以他之所以要給那些 這麼低風險的投資 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因為這筆錢始終來說 一定要很穩陣 到將來大家要花費 如果不是的時候 你給那些回報高 但是風險沒有高的那些 虧了的時候 到沒有的時候 你也是問他 那些窮人會問誰 是問政府 OK 好 我們承認一下 有這個考慮 我們不可以說 讓你自己去找那些高回報 但高風險 結果你什麼都沒有 到前來要做黑衣 又是政府 又是社會 又要幫著你 但現在香港目前的強迫金 其實都有三個項目 可以保管的 可以中度風險 還有高風險 其實都有 他不是沒有 還有一般的投資公司 不只是左洋 不只是白銀 還是黃金 他通常都是分散來做的 所以你看看外面的人 來向你推銷這些基金的人 通常都會給他業績 過去業績多少多少 最高三幾%一元 某某情況之下 其實這些資料是公開的 過去的業績不能夠保障你將來的業績 但你可以選擇 你起碼選擇 有些基金是很穩陣的 很保守 但它是穩陣的 有些你發覺它是在大陸的 但你可能相信它 或者你想高回報些 總之 你找基金 你不看那些是什麼 你不夠說過去的業績和災隆沒有關係 那這些業績不用給別人 不用別人銷你 你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個不是很美 這個話是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你還是在Path performance 我請你過去做的事做得正不正 你逛街逛街逛街 你問過去業績不是代表將來 你根據什麼 我沒想到公司呢 我們走得很快 你不能這樣說 你不也說只是不好意思 不可以 這件事你都要看過往的成績 那是過往的performance 但最主要 強績金和私人 譬如我現在都有買私人的,我現在是可以即時買高風險,回報不差,但是我可以即時轉50-50,保守或者進取50-50來平衡,但是強積金是完全做不到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錢都放在那裏,這些又要問高興,你們比較熟經濟那些,強積金都放在那裏,又死顧顧這樣又怎樣呢? 一般是,一般是會不會是已經見到的,最近看6-8% 即是平均? 一年,又不算很恐怖 你當這個2%被人賺了,但問題是,什麼時候存錢? 什麼時候你需要錢是個人的選擇,譬如剛剛大學畢業,你覺得大學畢業生存錢比較重要還是減債比較重要 如果他的債是7% 他要還債還7%利率 他儲錢那裏只是3%利率 他有些錢不要馬上還錢 還錢可以減債 到時以後再還錢 到時再去投資儲還 回報率更高 你去供樓買了一層樓回來 還債就好 不要吃息 為什麼要一路儲錢一路供樓 一路加債 如果我供樓我簡直不供他的金錢 快點去熟樓 因為那裏是高的 黃兄這些我親身看完 我老婆做會計 就是一間大公司 這幾年他經常 我太太經常跟我說 那個強積金的回報真的很差 因為他頭幾年 買一些比較穩陣 誰知道到頭來虧了 這是你太太公司的經驗 是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剛才高明輝說過 其實不是很多 因為去年不斷升市 在IPO不斷按Buy 一定比他多 你手上的資料是6-8% 早幾年沒有了 早幾年是虧了 虧了 而且強積金有個問題 你現在拿不到來用 你現在一時的賺 可能二十年後 一個大浪一蓋下來就沒有了 不用二十年了 明明一個大浪 那些都算少 如果你滾傳了百多二百個 那時候來到虧你 你才慘 現在公了十年 我當不見了算 我還要忍耐一下 如果你去到五十多歲 你突然想轉的時候 剛好一個浪 蓋過來 還有現在不要這麼快高興 那些人 我太太經常說 你不要這麼高興 現在回報 有些回報到三四十個百分比 我老婆的同事 全部轉了高風險 近來是很好的 不過對不起 可能下個月 一個屈尾就不見了 有些低風險 其實都幾危險 低風險又死 就是管理費 孫柏文說過 譬如壹傳媒 有些強積金 是次案的強迫金 次案有些是AAA 現在正在爆 但是那時候 一開始的Ranking 因為那時候 人們的還款能力好 全部Rank 是AAA AAA 到時爆 很危險 我覺得這個 到底爆不爆 或者個人投資怎樣 其實這個是另外一個考慮 因為我們記得現在政府 需要每個人 希望在工作的時間 儲點錢 所以就不是說 每個人的投資怎樣 將來的風險會怎樣 這個怎樣都好 都會發生的 不能夠說這件事可以發生 而這件事不用考慮 所以這個完全是不relevant 不是應該這樣說 這個辦法不是最好 我可以提供一個 我自己最近是一般的觀察 我發覺我們社會中 一個人一個人的觀點 始終都不夠一個 一個很有遠見的領導人的觀點 就是領導人的Vision 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是站在他們的觀點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看不到的 例如現在日本 每個人都覺得他們的經濟表現 不太好 但我去到日本的社會裏面 因為我太太是日本人 我去到她的鄉下住了幾天 她的鄉下是在本州最南部 叫若山的社區 環境很漂亮很美 沒有年輕人 全部都走去大城市 我太太的叔叔已經85歲 很壯健 她告訴我 她耕田耕了83歲 最近這兩年才退休 所有的農民 全部都是70歲 60幾歲 那些人 表面上來看 哇這個社會 將來未去 好不行 將來這些人死了怎麼辦 我問他們 不知道 死了的時候 都不關我的事 我都死了 但是我女兒又有這樣的觀察 你看到現在他們耕作的方法 就是將那些田分開很小的部分 當這班老人死了之後 政府只要收購了所有田地 然後用機械的方法 將它監種的時候 那個農業的收成 會比現在多很多 可以養活很多人 甚至可以 export 出口 這個vision 我相信 日本的政治人物 一定看到 他們不會出聲 日本人是這樣的 他有什麼作為的事情 他不會出聲 會告訴你 到他真的做到的時候 他原來才會告訴各位 所以我相信 香港的將來 就要靠一些 很有vision的人 他們站在那個領導的地位 然後才 我就很肯定 香港沒有這個 這樣就沒有辦法 之前有一個有vision 如果大家有聽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 一段長的時間的人 我相信你都會了解到 或者你想到我們網站 看看香港近口大行動 其實我覺得 剛才Jaw所講的這件事 其實人類歷史上 是一個試過很久 但未曾將人類的問題解決的 所以我們香港近口大行動 一直都強調 其實我們不要再等這些 所謂智慧的領袖出現 我們怎麼知道 他所提議的事情是對不對的 我經常很強調 這個地球要改 是不是每一個人 盡自己的力量 以自己的智慧 用所謂common sense 不要靠這些所謂專家 來幫我們解決問題 那我們才有機會解決 要等領袖這件事 幾千年來我們等領袖 這絕對是未成功過的 所以我希望 我覺得 不是你喜歡看歷史 很多時候 歷史上 解決問題的人 都是一個 很有偉大 vision的人 解決到的 例如中國 差不多被瓜分的時候 哪裏解決 毛澤東 如果不是毛澤東 中國已經成為很多國家的殖民地 各位是未了 我相信你不是很多人認為 毛澤東 這是我們的立場 我們香港出路的立場 我相信很多人都認為 這個地球 我們以前的模式 團結就是力量 我們結果 左右看看有沒有人跟著你做 結果世界上沒有事做出來 我們的口號 就說 I can make a difference 一切由自己開始 我們的口號就說 我們不要再依賴一些 什麼智慧的領袖走出來 因為所有 現時 今時今日的民主 選舉的制度 根本 那些政客 就他們上了任之後 有很多這樣的 我們叫做 conflicting promise 就是 允許很多人的事情 根本是不可能成功做得出的 所以我們香港出路 吃由頭到尾 都強調 不要等政治領袖 自己有能力做少少少事情 走一半步 就走一半步 這就是香港的希望 就不要再等 什麼叫政治領袖出現 我希望你知道 這是我們的香港 更好大行動 一向堅持的立場 但跟所有其他團體 所說的 是完全不同的 但我們絕對容許 Jorge你說的 我再有一個idea 我想說了很久 就是 民主制度 由法國 大革命開始到現在 已經是百多年了 已經 承住壞空 已經 就算不是到壞階段 都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 如果我們再靠 這個制度的時候 是不是靠得住呢 我們有沒有需要 找一個更加好的 一個更新的制度 可以解決我們現在社會上的問題 好 西老爺 首先 我們 你知道 香港出路 最重要是解決問題 我想問一下高興 是 為什麼要解決 現在這樣的局面 我們又想 公款那班 又想有老年 有些錢 你們 師子生學會 認為 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要相信 每一個香港人自己的選擇 因為最清楚自己 什麼時候要存多少錢 最後要存多少錢 那個是自己 不是某一個領袖 那個領袖不會知道 所有香港人想怎樣 但是你做政府 千萬不要做一個 很容易拿錢的福利制度出來 為這些香港市民提供誘因 令到他們完全不存錢 你這麼容易拿錢 最後的福利制度 你發覺 是人又拿得 我交了稅又拿得 不交稅又拿得 你當然是不交稅 又不存錢去拿 你現在的福利制 你現在整個制度 又怕人家沒有存錢的來源 因為福利制度太容易拿錢 現在你放一個強積金上去 只是令問題加劇 根本完全幫不到原先低收入的人士 你還錢給市民 讓他們不要提供誘因 讓他們拿政府好處 讓他們自行選擇去 什麼時候存錢 儲多少錢 這樣更加能夠解決問題 即你們師子生學會 認為應該是取消這個強積金 自己想好 自己決定 始終來說 一定有一部分人是存錢的 其實你有強迫金 你是想幫那些 沒有理財能力的人 但如果你是 沒有理財能力的人 你到65歲的時候 一注讀贏 買一張車子 輸清了 最後又是靠政府 你根本幫不到 那些沒有理財能力的人 整個系統 到將來沒有理財能力的人 你睡在哪裡 你不能假設他沒有理財能力 香港教育大行動 香港教育大行動 我們基本的原意 其實我們要解決很多問題 其實我們要對人有信心 我們成立一個制度 是要將人的長處發揚出去 就不會一個制度 是將人的一般 有的惰性 不惡 撥到章片出來 我覺得我們現在 很多問題就是這樣 我們表面好像 為人 沒有能力的人著想 我們做了一個制度 為這個小說 沒有能力的人 同時 也影響很多 本來有能夠自力更新的人 所以這就是很多很多 現在經濟策略的失敗原因 任何社會主義式的經濟政策 通常都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 我面對現在 這個問題 我覺得其實是不難解決的 剛才我們雖然說 一間公司裏面有三百個伙計 要三百個人來到選擇 是很難的 但其實一間公司 三百個人 當一個單位做都行 不是不行 那你起碼有幾百 有幾十個單位 不是幾百單位 有幾十個單位 都可以做到 幾十萬個單位都可以做到 所以只要 將這個資料 譬如每間公司 每間基金公司 或者他們的費用多少 和過去業績多少 有這些公開資料的時候 每間公司 十個員工也好 三百個員工也好 都可以坐起來 做一個小投票 我們這樣這樣 看到這件事 我們限定想走誰 其實是絕對 是很容易解決到這個問題 但當然 這些基金公司 來賺你這麼多佣金 而你不知道的時候 當然他們一定會反對 但這個誤到他們反對 因為他們不能再浪費我們的錢 OK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希望下個星期再繼續討論